北哥,虽然我们不熟,但这计划我应同,想要在达子手里讨一条活路就不能走常规的办法 若是正面冲突,我们就算赢多也很难占到足够的优势 唯有将局面彻底搅混,才能得到更多同胞的支持 只是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城中捣乱的可就要遭受很大的压力 这个无妨,达子就那么点人,虽然战斗力很强 但我们拿下军械库后也不见得差多少,抵挡一段时间肯定没问题 只要能打开城门那就万事大吉 那我这就没问题了,雷哥直接吩咐就是 我知道你,经书和我说过,说你谨慎但不缺胆量,放心吧,肯定没问题的 既然没人再说啥,那我就安排任务了 周围十几人全都点了点头,表示没有意见 招二狗,你是正城门的人,那你和老周、老王、老许 你们几个负责挑起正城门的暴乱 任务很简单,就是先和达子僵持住,找机会打开城门 老吕你轻率一千人,在拿到军械库的武器装备后,立刻攻打皇宫 其余人则和我一起攻占军械库,然后在城中放火杀人 再将城中汉家兄弟的家眷引入皇宫壁户 还是那句话,今日便是我们脱离苦海的日子 都打起精神别害怕,就算是死了,也好过被达子折磨死 王大了说,死了那也是为大明灭杀达子献了力,死得光荣 帐篷内的会议开得短暂散得也很快 等到招二狗悄悄回到正城门时,此时也才刚过 二代,别撞碎了,一个时辰后准备行动,我要你们所有人都大声重复一句话 杀达子,开城门,放明君,回老家,就这十二个字 多一个字都不用你们喊,一定要给我用最大声喊出来 要让周围所有人都听见 哥,你回来了,都贪托了吗? 我刚刚说的你可记住了,一会儿拼杀起来和我站一块 我尽量护你周全 放心吧哥,窝囊着火好自己 随着时间慢慢往前,银石刚到,城门四周便传来打羹的声音 就像是号令一般,招二狗睁开眼从地上爬了起来 朝着四周弟兄做了个抹猴的手势 早就等得不耐烦的十几人猛地抽出武器 朝前面首页的三名打子杀了过去 杀达子,开城门,放明君,回老家 一时间,在不远处的周围同样传来了高呼的声音 原本安静的城墙上立马就闹成了一团 几十名打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了西瓜 剩下的也都怒骂着拿起武器,想要迅速镇压这些叛乱的汉奴 各位,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我赵雷反了,现在正城门那边已经打了起来 只要各位按我说的做,那这自由之身便唾手可得 雷老大,我们都听你的 老子早看这两货不顺眼了 造反带我一个,他娘的,弄死这群鸭子 雷哥,造反没事,可我的家人怎么办,他们还在城里啊 各位别怕,听我说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先打下不远处的军械库 拿下军械库后,我们就去城内放火杀达子的家眷 顺带也把我们汉人的家眷都集中起来 等老驴打下皇宫后,全部集中在那边然后死守 我们在城里杀的越多 正城门的达子就越是慌张 那正城门的弟兄就越有机会打开城门 只要城外的明军进来,那事就成了 很抱歉瞒了大家这么久 主要是队伍里有达子的眼线 但现在计划已经成功启动 眼线什么的都无所谓了 各位,准备出发吧 今夜就是我们报复达子的好日子 把你们的火器都发泄出来 让达子好好尝尝我们汉人的怒火 给老子杀光他们 报!将军! 赫图阿拉的正城门上突然爆发战斗 好像是汉巴奇士兵造反 另外贪子在东城墙那头也看到打斗 说是墙上的达奇都被砍断了 好啊,有希望了 传令,让白杆军和金银火速集合 虽然现在汉巴奇内有人造反 但我们没法确定人数和规模 坐等他们开城门不太保险 既然现在负责防守的汉巴奇在和达子作战 那城墙上可就没人守了 与其等他们开城门 不如我们自己攻打上去 马将军,你打头阵如何? 交给我吧,绝对一波将其拿下 那就拜托了 不过上去后你得注意一下 别误上了那些汉家百姓 先喊话让他们丢掉武器投降 如欲见底抗的就直接杀了 控制城墙后第一时间打开城门 我会亲率经营主力与你会合 这个肯定,我会让将士们先喊话的 没事的话就先这样吧 我得抓紧时间 很快,马祥林就带着紧急集合的白杆军 朝着正城门杀了过去 随着激昂的战鼓响彻大底 城内正在睡觉的塔拜猛地睁开了眼 还有没有功德心了 大晚上的不睡觉是吧 将军,不好了 正城门有汉巴奇造反 东城墙的赵雷正带领手中人马 强公军泄库 另外,马祥林亲率白杆军正在逼近 还请大人速速决断 不是都说了加大监管吗 为何汉巴奇能如此轻易的就反了 下面的人士在睁着眼睡觉不成 快让所有的将士火速支援正城门 绝不能让白杆军登上城墙 妈蛋的,一群混账简直误事啊 请不吝点赞 打赞 训 blurZe